城顾县有一个法治培训班 这是全封闭关押上访人员的场所 据说设立法治培训班是一种保护措施 可以阻止有人上访 残疾军人虚灵勇及其胞弟 虚灵军被关进培训班 而九个月后虚灵军猝死 虚灵勇称 培训中心用饥饿等手段折磨上访者 直至稀疏罢绑 认为自己的弟弟是被活活饿死 而当地派出所试检报告则称 虚灵军因支气管炎等疾病死亡 但不论虚灵军死亡的真正原因如何 按目前媒体反映出来的情况 他在培训班中长期受到饥饿等方式的迫害 是明显的事 在法治社会的今天 竟然有一个类似于60年前 重庆渣子洞式的集中营 法治培训班存在 压制上方 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维护稳定 为了所谓稳定 有的地方还把上方者强行送进精神病院 的确 发展是硬道理 稳定是硬认 只是他们到底在维护谁的稳定 是社会的稳定 还是自己乌纱帽的稳定 那些制造法治培训班的地方官员 若不严惩 不从根本上消除权力滥用现象 不从人质走向法治 那么这样的悲剧我们还会看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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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